你移動時,只要擁有控制 因為你要控制頭部,把他放在地上 好,大家好 上週我看了高永林教練示範的橫打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剛好我們最近在教陳太極 教我們學生陳太極的左右蠶絲到基地槌 那我們的系統裡面有陳太極 那在我的班上裡面,我用陳太極去 去Enrich我們這個Body拳的訓練 比如說橫打 就像高教練介紹的橫打有一個內蠶 用內蠶去Break it,去進入敵人的防範 的這個Guard 但是在陳太極裡面有一個左右蠶絲 這個左右蠶絲雖然很小 它就是一個類似雲手之類的一個動作 那它是兩手畫圓,但加上腳的進攻,進逼 那跟你把動作放大的話 其實我們八極拳裡面的內蠶,加上Step up 橫打,其實跟這個橫打是非常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我的課程裡面 我把陳太極拳的簡易三十二十 放在我的這個訓練系統裡面 所以可以把八極拳中間的過程去把它加強 那上週高教練講的這個內蠶 就是說怎麼練怎麼用 那我們有一個接手向內蠶 這時候就馬上上去了 這可以橫打,或者你可以繼續踩 那這個動作在八極拳裡面有兩個 從挑打頂軸,一個,兩個 在套路裡面,如果一個動作超過一次的話 一定有它的用意 表示它可以連續使用 所以剛剛講的,我是繼續打 繼續使用,這手上去 這就是套路裡面的轉身 轉身下式 那我們講轉身下式,如果繼續講的話 就是下式是一個往下,一個式子 那就是,也當然不是叫你要鋪腿 意思就是說,你的式子是要往下走 所以在這裡 如果我繼續的話 轉身,這腳可以可以做勾 但是這手往下,這手往上 但是是下式,所以我的重心是往下沉的 OK,那,擊地錘 這可以往耳後打,或頭後,頸後 擊地錘 那如果以這個方向來看的話 以式子來走的話 這個是非常合理 那,有趣的是說 在陳太極裡面 有這個類似的動作 陳太極有這個,左右蠶絲 OK,這上去 OK 它竟然也是接,竟然也是接擊地錘 所以這兩個的用法其實很相似 也是 把敵人捆住以後 往下打 好 擊地錘當然有別的用法 但是 只是做這個 大八極跟陳太極的比較 在用法上面竟然有相似之處 把這個提出來 那,有一個地方是 今天跟另外一個同學聊到 有一個學生 是Raphael 那這個Raphael是 之前也有練過很多別的不同武術 我大多數的學生都是 從各排來的 然後西方武術,東方武術都有 那他今天也有跟我提到 我們這個傳統武術裡面這種 類似貓喜臉 或雲手 兩手畫圓的動作 那在 在羅馬的這個摔角裡面 也有這個動作 Can you demonstrate the the fishing 他們叫fishing 就是抓魚 You can explain in English too OK Pretty much what you want to do You want to get a fish hook around the control of back of the neck so this is just a fishing It's called a fishing girl where you're searching for position as you're moving just to get control because you want to control the head and bring him to the ground if you're wrestling Yeah OK 他就講說 他們在傳統羅馬的摔角裡面 他們也有類似這種動作 那我們這種動作 在我們的八卦掌裡面也有 在我們這個太極拳雲手也有 OK 那他們的目的在這個drill裡面 就是要 達到可以勾到對方的頸後 然後去把它往下壓 那這個動作裡面在 提到我們剛剛講的八卦掌這個 內蠶加上下釋 OK 那讓我想到說下釋是一個 下沉的一個動作 所以當我們達到這個鎖住以後 下沉 往腦後打 好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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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